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和印度总理莫迪通电话承诺会提供紧急的协助 目前美国预期会提供印度氧气的供应设备 AZ疫苗的原料 治疗药物 还有前线医疗需要的个人防护装备 而美国的国防部也会协助后勤的运输 除了美国政府的行动 企业界也发动起来 谷歌和微软的执行长 他们通通都是印度裔 表示要协助印度抗疫 解决急缺的医疗氧气 提供技术专业 还有部署企业的资源 而Google和员工另外提供1800万的美金资金 而印度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也有很多国家采取封锁印度航班的措施 像是欧洲 纽澳 香港 新加坡 加拿大 都实施了旅游管制 目前美国还没有限制印度的航班 而白宫的官员表示随时评估 相关的措施也会随时调整 而目前对于全球登机前 裁剪 入境隔离 抵达之后 在裁剪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从周末到周一 美国总统国安顾问 国务卿 副国务卿 和印度的对口联系 承诺将提供紧急援助 美国将提供印度氧气供应设备 AZ疫苗原料 新冠肺炎治疗药物 快筛试剂 以及前线医疗人员需要的 个人防护装备 除了美国政府的行动 企业界也动起来 谷歌和微软的执行长 都是印度裔 表示将协助印度抗疫 谷歌公司和员工 另外提供1800万美元的捐款 印度疫情失控 拜登政府面临援助外国的压力 各国期望美国扮演全球领导角色 白宫宣布将释出美国还没批准使用 未来几个月都用不到的AZ疫苗库存 在通过FDA的品质检验后 就能释出到五六月前总共有六千万剂 各国可以透过和美国的直接关系 取得美国的库存AZ疫苗 欧洲国家 纽澳 香港 新加坡 加拿大等 对印度实施旅游限制 美国没有限制印度航班 白宫官员表示 随时评估相关措施做调整 而现在印度的疫情就像海啸般袭来 总理莫迪要民众赶快去接种疫苗 但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防疫措施 还坚持不采取封城的措施 现在印度各地 明月四起 当局开始管制 封锁网络言论 而英国 美国 欧盟也决定展开池源 因为如果印度的疫情再控制不下去 恐怕全球都要遭殃 警察在摩托车上还能伸出家常版的棍棒 朝擦身而过的骑士打下去 这是印度警方执行孝禁令的方式 晚上不归归在家 就得在大街上青蛙跳 但这种国小国中式的惩罚方式 对遏制印度排山倒海的确诊数 效果相当有限 部分地区实时封城 居民非必要不准外出 也许是基于赚钱要紧还得顾及经济的理由 总理莫迪没有强制地方政府执行封城 并表示全国封锁是最后手段 第二波疫情来得又猛又急 但莫迪只说了风暴撼动国家 跟要大家去打疫苗 却没有积极的作为与措施 现在印度政府针对缺乏氧气这件事 总算有了新动作 宣布全国要新建551座 氧气生产工厂 同时其他国家也对印度伸出了援手 新加坡 美国 英国和欧盟 都送了物资到印度 美国考虑把尚未批准使用的 AZ疫苗也要送到印度 为什么要救印度 除了基于人道主义 还有一点是要预防变种病毒 又随着飞机传到美国 印度疫情可怕的地方在于 首都圈的医疗资源都被用个精光 而其他乡村地区缺氧气缺病床的情况可能会更严重 而且CNN联络当地医生 发现官方给的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目前荷兰 德国 英国 加拿大 伊朗 科威特 阿联酋 香港 印尼 纽西兰 新加坡等地 都对印度发出禁非令 多国对印度避之为恐不及 国内民众对政府处理疫情的无能很无奈 很多人选择上推特的求救户 抱怨政府竟然被删文 更让印度民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自己国家明明是疫苗生产大国 但施打率却很低 很多疫苗都被拿去出口了 疫情烧 疫苗缺 再加上之前宗教节情跟选举的防疫大漏洞 印度政府的这场仗还有得大 TVB的新闻综合报导 而现在印度和巴西的疫情几乎失控 所以治疗的药物研发更加的刻不容缓了 在美国辉瑞药厂 要研发一种治疗新冠肺炎的新口服药物 最快今年就可以推出了 辉瑞在今年2月获得了监管机构的批准 为新药展开了人体的临床试验 60名18岁到60岁的志愿者 分别在美国的康乃迪克州 以及比利时的布塞尔 进行长达145天的测试 如果下一个阶段是更大规模的测试 今年的秋天 就可以让医院和诊所使用了 而这款药物必须是服用4颗 完成一次的疗程 可以在感染的初期 避免病情加重 必须到住院治疗的情况 欧洲植委会26号表示 针对英国药厂阿斯特杰利康所研发的 AZ疫苗交付数量不足问题 采取法律行动了 AZ疫苗原本6月底结束 之前要交付三亿计 但是他们还可以再追加一亿计 但阿斯特杰利康三月就说 到6月底确只能交出远低于预期的一亿计 比原本预计的少了三分之一 而对于欧盟提告 阿斯特杰利康表示完全遵守相关的协议 对于欧盟的提告感到非常的遗憾 而接下来到了6月份夏天的时候 欧盟对于外国人的旅游限制 即将有所转变 欧盟的支委会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 只要打过欧盟核准新冠疫苗的美国人 暑假期间就可以到欧洲旅游 南欧有许多国家的收入和工作机会 都在仰赖观光业的复苏 而希腊上周已经等不及 率先对接种率高的美国英国等国 解除了旅游限制 而美国因为加快速度 扩大施打疫苗 已经从一年前欧洲的拒绝往来户 已要成为全球旅游的第一线 不过欧美大规模恢复休闲旅游 会不会会加深 以接种还有未接种民众间的不平等 有待观察 清空万里的巴黎 微风徐徐的塞纳河畔 今年夏天将对打完新冠疫苗的美国观光客 张开双笔欢迎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表示 只要接种了欧盟药品管理局核准疫苗的旅人 欧盟27国会无条件接受 而美国施打的三款疫苗 辉瑞莫德纳和娇生都已经获欧盟批准 尽管欧盟官员没有给出时间表 但这代表欧美回归生活常态 再迈出一大步 欧盟自去年三月就对美国旅客关上国门 也禁止其他非必要旅行 仅对新冠病例数较少的一小部分国家开放 包括澳洲 纽西兰和韩国 但在美英等国大规模施打疫苗下 由希腊领军的观光国家主张 光有确诊数来评断疫情安全已不恰当 上周希腊率先对美国 英国 塞尔韦亚 以色列和阿联开放 只要旅客已接种疫苗获取阴性证明 到当地就可以免隔离 接下来还要对俄罗斯 韩国 泰国 新加坡等国解禁 为了利拼观光旅游业复苏 欧盟已经宣布推出数位绿色证明 也就是俗称的疫苗护照 但美国拜登政府表态不支持疫苗护照 未来可能与欧盟使用低科技的解决方案 旅客在抵达欧洲后出示疫苗证明 来取得欧洲相关凭证 根据美国疾管中心 现在全美新冠疫苗已施打超过2亿2千万剂 近9500万人 相当人口28.55%完成接种 42%至少打了一剂 而欧盟则相对落后 仅21%打了一剂 人口7.4%完成接种 不过美国疫苗接种 恐怕就快要遇上瓶颈 7天平均施打量稍稍下滑 降到每天300万剂以下 官方忧心对疫苗迟疑的态度 减缓接种进度 纽约约30%成人完成接种 成果还不错 但跟专家口中的集体免疫还差很多 为了吸引更多人接种 在纽约美国自然使博物馆的注射站 提供来打疫苗的人四张免费门票 其他促打疫苗的花招 从免费甜甜圈到啤酒都有 就是希望扩大接种 不过根据凯则家族基金会公布的报告 预估未来几个星期内 在美国疫苗就会功过于求 23号美国官方已经宣布 恢复施打交生疫苗 但将家住警语 提醒50岁以下女性 有血栓风险 在美国800万人施打下 发生15例血栓案例 全都是女性 当中3人死亡 目前还有7人住院 后疫情时代 不只旅游需要疫苗证明 现在美国近75所大学 包括杜克 乔治成 布朗 康乃尔等大学 都要求学生秋季返校上课前 除医疗或宗教理由 必须完成接种 但有学校紧鼓励 但不强制 有的也受地方州政府限制 不得规定学生必须打疫苗 既有新闻综合报道 根据统计 全球的疫苗施打突破了10亿剂 而AZ疫苗施打的人口最多 占全球的四分之三 而现在即将要举行奥运的日本 施打的速度却异常的缓慢 目前只有1%的人完成了接种 在G7国家当中是垫底的 挡不住第四波疫情 日本政府第三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 目前全日本1.26亿人中 只有1%人口完成疫苗接种 是G7国家进度最慢 医护人员也只有17%完成接种 老年人更只有0.1%打完第一剂疫苗 日本官员批评欧盟疫苗出口太慢 政府对疫苗没有详细规划 民众对疫苗存疑 再加上疫苗核准程序太慢 导致目前只有辉瑞疫苗核准施打 都是日本疫苗进度缓慢的原因 根据最新统计 全球疫苗施打突破10亿剂 其中AZ疫苗打得最多 全球有四分之三 156个国家地区施打 第二名是辉瑞 第三名则是莫德纳疫苗 随着东京奥运倒数计时 现在外界对奥运的担忧 不只是奥运能不能办 还有一个更大的恐惧 东京奥运办或不办 称得日本政府抗议之余 另一个烫手山芋 TVBS新闻中华报道 日本首相菅义伟和美国总统 拜登的首脑会谈 台湾的局势成为了 北日的主要议题 虽然菅义伟强调 日本不会军事介入台海的冲突 但是依旧会针对相关 可能发生的情况 进行沙盘推演 共同社也报道了 日本政府开始讨论 万一台海爆发冲突 派遣自卫队活动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法律适用呢 而这项计划将会顾及到 北京当局谨慎判断冲突爆发的可能性 可能会造成其他的冲击 而日本朝野持续关注两岸关系 而根据日经新闻还有东京电视台 进行的民调 居然有七成四的日本民众 是支持日本政府追求台海和平稳定 做出的努力的 而金一伟还有拜登的联合声明当中也强调 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是相当重要的 日本经济新闻还有东京电视台 他们的民调显示这也有民意的支持 而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科比也被问到 美国会不会鼓励其他的盟友 像是澳洲菲律宾一起加入美日 维持台海和平的行动呢 科比表示他们不会片面的改变现状 可以看到科比没有直接回应 美国是否希望其他的盟友 一起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 这表示不要见到台海的现状改变 也接着说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访问亚洲 除了希望可以改善美国日本 以及韩国的双边关系 各种议题也在探索美日韩三边 关系在各个议题上面可能的合作 而且日韩都是有意愿来尝试的 不过台海的威胁军事阴影挥之不去 共军积极在2030年之前 要完成军事的基本现代化 逐步完成武统台湾的进程 而日前呢 首艘075型的两栖攻击舰也正式服役了 专家表示 这代表共军攻台的手段 进入全新的战略思维了 可能会跳脱过去传统的 两栖登陆作战模式 进入了垂直登陆的立体打击 所以国军的战术因应应该要做出事实的调整 中共海军建军72周年 解放军首艘动拐五星两栖攻击舰 在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建政下 正式入列成军 台水量4万吨 拥有全通式甲板 可以搭载30架各型直升机 船屋则能装载两栖登陆艇 大幅强化海空投射能力 这艘军舰的问世 象征共军对台威胁 进入全新阶段 共军登陆作战形态 将随着新型两栖攻击舰入列 产生巨幅转变 搭配台海当面军机场重新整舰 无论是直升机还是无人机 都能从大陆本土起飞 并且在海上接受洞拐舞的整备补给 如果说有一天 中国发动武力犯台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 它空城空域要有一个划分 基本上最好的方法 就是低空的目标 有另外一个海上的平台 可以进行加油作业或潜力装化 那个就是075的作战的想定就出来了 无人机的作战运用 在未来台海战场洞见观瞻 也将大幅改变攻防两端用兵思维 现代战争的兵力投射方式 经过几次不同的时间点 已经出现全然不同的样貌 像是二战时期大规模的两栖登陆 演变到越战时期直升机垂直立体打击 以及波安战争时期 航舰战斗群海空联合压制 到了现在长城火力的发展 以及无人机的问世 又赋予现代战争全新的样貌 国军目前的战略想定 仍然停留在防堵共军大规模两栖登陆 但是战争的样态日新月异 美军早已察觉共军的改变 并提早做出因应 美军今年积极研发全新跳岛战术 以第二轻转式旋翼机 快速投射地面部队 在岛屿建立前进基地 机动打击 压制共军的长城火力 以及海空战力 陆战队跟海军的 这个合作的一个跳岛战略 就是把陆战队 这个部队送到这个岛屿上面 然后抢占机场 然后把这个海马斯高机动性 都关火箭载具 这个送到这个岸上 然后用来这个以岸至海 看至海洋 把各个军种的这种 这个指挥管制能力 全部集合在一起 这样就会让他的陆上部队 像陆战队或者是陆军的 长城火力 就能够这个向远程来发挥 但是其实也不能小看 这个战争军 虽然说他这些像包括联合作战能力 像包括航空母舰 这些逆终战机等等 都是在像跟着美军的脚步 一步一趋的这样往前走 像你看现在很多的那种 逆终无人机的这个发展 它就有点这个比美军 似乎脚步更快一些 共军除了极力发展航舰战斗群 以及立体维度垂直登陆能力 不以无人机封群打击 无非希望追凭与美军的战力鸿沟 达成武力犯台时 区域拒止反介入的战略想定 而共军规划在2035 完成军队基本现代化 2050则晋升世界一流军队 武统的进程 似乎就暗藏在这些时间点之中 习近平确实有说过 说要把祖国统一跟中华民主伟大复兴联系起来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有的数字可以说的 也是习近平自己讲过的 包括2020已经过了 2035到达这个本世纪中叶的2050年 也就是他们所谓建国一百的时候的目标 那个时候应该是他所谓中国梦的完成 应该是所谓中华民主伟大复兴达成目标的时候 中共循序渐进逐步完成武统野心 连美军都不敢大意 国军也得通盘检讨战术思维 做出妥善的因应 美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关系紧张 俄罗斯外交宣布要来制定一份不友好国家名单 而且美国榜上有名 俄罗斯外交部的发言人表示 普京上星期签署了一项法令 针对不友好的国家采取反制的措施 禁止有关国家在驻俄的外交机构当中 聘用俄罗斯的公民 同时要求政府制定外国使团可以聘用的人数上限 俄罗斯外交部周一也召见了意大利驻俄大使 向他递交了外交召会 表示意大利对于俄罗斯驻义的工作人员 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 所以要求一名意大利的海军副官 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离开俄罗斯 印尼这艘失联的潜见 现在船上53名的官兵全属罹难 而潜见被发生沉默的地点 是在850公尺的海底超出了下潜500公尺的极限 遇难前很多人员要拿出救生药穿 但已经来不及了 印尼上周三举行海上军演时 一艘德国制潜见神厨号在巴厘岛外海失联 上面共有53名官兵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加入了搜寻行列 协助寻找潜见下落 三天后印尼军方在潜见失踪不远处的海上 打捞到了残骸都是船舱内的设备 军方因此断定潜见已经沉默 潜见周三失联 印尼军方表示舱内的氧气只能维持72小时 周六就会耗尽 不过由于军方没有打捞到遗体 还是将53名潜见人员列为失踪 尽管明知他们的存活机会渺茫 周日印尼的探测船利用深坡 探测到了潜见在海底的位置后 新加坡派出了先进的遥控潜水器 深入海底拍摄到了沉默潜见的影像 印尼军方才正式宣布53名潜见人员全数罹难 海底画面中可以看到潜见鱼雷馆的残骸 还有一件橘色的救生衣 军方解释救生衣一般都是放在箱子里 由此可见沉默前舱内人员已经拿出来要穿 但还是来不及 另外军方也排除这起意外是认为舒适 沉默号的船林44年最大下潜深度为500公尺 但最后沉默深度是850公尺 比台北101还要多出300多公尺 远远超出下潜可负荷的极限 由于潜见在海床上断成了三节 军方也推翻了之前爆炸的假设 现在推断是潜见出现裂缝 在沉默过程中因为压力不断增加 才会导致断裂 这段海底影片公布后 家属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彻底破灭 总统佐科威向罹难者家属致哀 他并下令为罹难军人追进关接 也承诺国家将负责他们子女的教育费用 这次的沉默事件也突显了 印尼军事武器老旧的问题 民众要求政府升级军事科技 印尼军方已经准备好打捞作业 警方也在岸上待命 遗体只要一上岸 立刻进行身份辨识 好尽快让家属领回安葬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苹果宣布未来五年在美国的投资计划 总金额将会提高到4300亿美金 折合约台币12兆 渴望可以提供2万多个就业机会 而苹果公司也透过声明表示 之所以把美国的投资计划目标金额 从2018年提出的3500亿 加码800亿美金 是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措施 要降低美国企业将海外获利 汇回国内面临的税额 那么苹果执行长库克说 在当前复苏和重建的过程当中 苹果会透过遍及全美50周的投资计划 加倍履行促进美国的创新与制造业的承诺 那么苹果表示以后的投资计划 包含了5G细工程 AI人工智慧 努力更促进更环保更公平的未来 而这几年在日本韩国 吹起疗愈系植物的风潮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跟着出现 多肉植物的养殖热 不过稀有的多肉植物盆栽 售价居然可以高达好几十万台币 交易市场热络 多肉植物也成为了炒作的商品 市场也呈现两极化 一瞬间就从起标的50元人民币 冲到上千元 引起热烈出价的是这几年 中国大陆价格潮得特别火热的 多肉植物 市场上物以稀为贵 特殊品种一盆要价台币五六万 并不少见 单价的话基本都是在大几千 然后尤其这一棵的话就是上万的 然后像这一棵的话基本上在国内 然后以及韩国的话基本就只有这一棵 就是因为它很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是一棵出了井的 就是有点类似于人类的一个白化病 但是多肉出井的话很稀缺 多肉植物身价水涨船高 尤其去年因为疫情 不少人待在家里开始接触原意 推升了多肉的价格 但今年开始需求量减少也冲击相关市场 20年又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21年现在截止到现在的话 就从贡安年到现在我觉得都已经下降了 但是对于多肉植物的玩家来说 市场的变动都是常态 除了购买植物本身 周边的配套更是愿意砸下中斤 被称为疗愈系的盆栽植物 因为外形可爱又好栽种 吸引不少白领族的喜爱 成了为多肉植物一直千斤的玩家 那现在前天后后大概花费了有多少钱 十多万吧 最疯的时候可能就是 某一个品种的话买很多 像范范这种粉丝不在少处 一买就是上百盆的多肉 家里的空间不能摆这么多盆栽 还有业者专门出租温室空间 让玩家摆放自己心爱的小鲜肉 专门给玩家提供的 本来原来这个盆它自己生产的 然后每人一个台子 问了一下年租金还比较合理 我们就到这了 如果玩家只想看 不想自己动手照顾 业者甚至还有提供线上寄养服务 拍卖下来之后 可以另外花上一笔照顾费用 玩家可以透过视讯的方式 观看自己多肉植物的生长状况 尽管有这些死中玩家上百万资金的投入多肉市场 但业者却不见得看好未来多肉植物的商机 我觉得吧 多肉的极个别的 带有一些炒作性质的 也在一些玩家当中 小贩为流行的 还会有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但是这个价格总体上来讲 我个人认为是玩下走的 专家认为多肉植物牵涉市场炒作 才让部分盆栽高不可攀 尤其部分业者对于多肉市场 成为一些广泛种植流行的品种 造成价格一夕之间崩跌 也让多肉盆栽的市场更像两极化发展 具体新闻综合报道 太空船奋金号已经成功 跟国际的太空站对接了 那么美国太空总署也见识 在飞行的过程当中 有发现到不明的飞行物体 接近太空船 而另外火星上的无人机 进行第三度的飞行 这一次飞得更远 飞得更快 奋金号太空船上周五 从佛州成功发射 在四名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 中间一度出现小插曲 与太空人的通话记录中 控制中心要求团队穿上太空服 以防万一 因为NASA证实奋金号插点撞上不明飞行物体 后来确认距离差了大约45公里 不明飞行物没有构成威胁 奋金号在上周六也成功对接国际太空站 另外火星微型直升机机制号第三次飞行成功 南加州的NASA喷射推进实验室接收到飞行数据 爆出欢呼掌声 这次机制号在五公尺高空向北飞行五十公尺后返回 来回距离一共一百公尺 飞更远也更快 而机制号也陆续传回第二次飞行时 在火星表面五点二公尺高的地方所拍下的彩色空拍照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从90年代日本第一位太空人 离开了地球表面 就不少日籍的科学家飞进了宇宙 而现在国际的太空站 还有一位日本太空人也口聪衣正在执行任务 不过有的时候在太空太久 也会怀念家乡味 平常吃的太空餐 现在也能吃到拉面等级的美味 日本宇宙航空研发出一款日式的太空餐 注入热水就可以享用一碗热腾腾的拉面 甚至他们还打算也要把寿司送上太空站 简单的一句好吃再稀松平尝不过 但这来自地表400公里之外 太空中的感叹 却让科学家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当时的太空食物可以说是暗黑料理 只能提供营养跟热量 实在称不上好入口的食物 一直到七零年代才利用冷冻干燥技术 推出尽可能贴近食物原本样貌的食品 甚至还能针对太空人的喜好 又制作出合适的菜单 我喜欢鸡汁咖啡 所以每天我吃鸡汁咖啡 随着太空人在地球之外的时间越来越长 任务越来越繁杂 太空食物不只是提供营养 尤其家乡菜更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从2007年开始就推出一系列的日式太空菜单 从红豆饭到味噌鲸鱼 甚至是羊羹等传统甜点 超过31种食物 全都给搬到国际太空站上吃 现在太空人吃的食物 只是得装在真空包装里 其实跟我们餐桌上的美食 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连国民美食拉面在外太空也能轻松品尝 大部分的太空食物都是已经调理完毕 只要利用加热装置回温或是注入热水 就能大功告成 由于处于零重力状态 没有水分的食品容易乱漂造成危险 即使是盐或是胡椒也会做成一体的形式 如果想吃点草莓等水果 就需要一点加工手续 亚洲人每天都要吃的米饭 注入热水加温就能食用 想喝上一碗昆布汤也可以利用热水调制 成为近似于慕斯状的浓稠汤品来食用 这几年日本还利用补给飞船 把新鲜的蔬果给送上国际太空站 更尝试在太空舱当中种植蔬菜 为之后的火星探测铺路 只为日本第一位商太空的女太空人 就忙着跟东京大学合作 研发出真空包装能自己生长的蔬菜 日本新创公司更准备利用3D食物列印机 让日本传统的寿司也能在太空重现 在这些日本科学家的蓝图里 就算在遥远的月球火星 同样能品尝到最熟悉的美食 用尽心思研究出各种高科技的方式 把最接地气的日常食物给端上桌 尽管是天马行空的宇宙研究 也能看出属于日本的细腻 TVB的新闻总共报道 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今年亚裔大方异彩 在大陆出身的导演赵婷 本来是大陆之光 不过现在在大陆香港 都没有转播这一次的典礼 而且他的三次金感言也在大陆微博被消失 外界猜测可能是先前他曾经说 中国大陆是充满谎言的地方 因此被封杀 第九十三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亚裔导演和演员打访意彩 不过今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 却无法收看 北京出身的导演赵婷 知道的游牧人生 一举夺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 获奖消息却在微博热搜被消失 外界猜测都是因为这场访谈 赵婷2013年接受访问时 曾说中国大陆是充满谎言的地方 小时候接收很多讯息都不正确 瞬间被贴上辱华标签 除了央视近播 香港更是超过半世纪以来 首次不转播 不过赵婷的得奖感言 其实很温和 提到小时候背诵三字经 让他印象深刻 大陆和香港不转播还有一个原因 外界猜测是这次入围的 反送中运动纪录片不割席 亚裔在奥斯卡大放异彩 但美国歧视亚裔事件还是持续 又有亚裔男子在纽约被攻击 他在收集铁罐时遭到反复踢头 纽约警方特别公布画面要搜捕嫌犯 提别新闻总和报道 在看到疫情之下 很多人出不了门 滑手机喜欢看直播购物 在大陆有超过1.8万间直播相关的企业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直播卖货更是趁势的发展 但是行业越壮大 乱象问题也越多 卖假货冲假流量等等的问题 现在大陆官方要出手来处理了 大陆的网信办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了7个布局 寄出了网路直播营销办法 5月25号就要上路 并且规定直播主必须年满16岁 还划出了8条红线不得触犯 现在显示直播行业迎来监管了 天然珍珠 缅甸翡翠 大陆直播主线上卖货 藏料品质绝不售假 但实际全部买来 经过专家检验 却连一件真品也没有 这三个翡翠里面 都有充填与外来的胶的物质 那根据我们的国标 这个就不能称为天然翡翠 飞翠甲的珍珠鉴定后 是纺制品一系列金饰 含金量烧得可怜 2020年因疫情关系 直播卖货 趁势被推上高峰 大陆还称进入了全民直播时代 截至去年7月 有超过1.8万家直播相关企业 不过行业越热 问题就越突出 一共卖出去了零货 我就是怀疑 他这个是个骗子 骗局三百多万粉的网红 一份都没有卖出去 这更是可以怀疑 直播主造假点击率 骗商家签约 带卖货 结果一件商品也没卖出去 还有夸大宣传 送来的商品跟直播上的有出入 相关消费投诉不间断 逼得官方出手整治 我们知道参与直播销售是很容易被主播给带节奏的 有的时候是很容易冲动消费的 第二个就是维权难 一旦出现纠纷之后 到底该找谁 为二举乱象 大陆网信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七部门寄出网路直播营销管理办法 其中明定直播主需年满16岁 未满者要监护人同意才能出现镜头前 另外列八条红线不得触犯 包括卖假货刻意冲高流量 制造假销售数据等 新规5月25号起执行 直播卖货行业将全面迎来官方监管大考 网路销售方式被拿来检讨 大陆短片平台抖音快熟等 最近则陷入清纯争议中 上次把电影剪接浓缩成几分钟短片 又或者是打着二次创作名义加入评论 大陆短片平台充值的这类影片 根据2020年网路短片版权监测报告显示 仅2019年到2020年10月间 累计监测疑似清纯连结超过1600万条 被清纯率高达92.9% 一般都是电视剧 对就是它比较精彩的片段 它就是这么连载着更新 就是可能大家都不需要去某个视频上 网站上去刷了 不用花钱就能看片处怒砸钱制作的影视公司 和花心力拍片的艺人 大陆70家影视公司和包括杨幂 迪丽热巴李冰冰赵丽莹等 超过500位大陆艺人 把联合创意书只擅自把原影片重置 都是盗版 还要求有上架清纯影片的短片平台 尽速清理违法影片 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等 收费会员制影音网站 业务更因此受打击 也公布捍卫影片版权声明 但抖音快手等短片平台 至今仍未有下架动作 这场清纯之争还在延烧 TPBS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